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 今天咱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俄乌战场 那在上个月,美国国防部宣布了对乌克兰新一轮的一个援助计划 价值8亿美元 这8亿美元的军火和以往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遭到了俄罗斯以及那些俄罗斯友邦 那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对严正抗议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笔计划的军火清单当中 美国要向乌克兰援助本国库存的极数炸弹 这极数炸弹在今天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人道争议的武器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签约共同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极数炸弹 那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反复强调 这乌克兰是纳粹,美国在供火 所以他们才要用极数炸弹 你正常人不会用那个 那极数炸弹它到底是什么炸弹? 为什么说它存在争议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说起极数弹药 那就要先说这种爆炸类武器它的伤害方式 逆斑就是说你说什么被炸死还是被怎么样的 是致使这个爆炸类的武器它在爆炸之后 目标在它的爆炸范围之内 然后被这个冲击波造成的那种什么超压气浪啊 或者是弹片所杀伤 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概念 就是装药量和它的威力 那理论上讲装药量越大 威力就越大 杀伤半径就越大 但是装药量和杀伤范围不成正比 你可能装药量增加十倍 但是它杀伤范围呢 可能也只增加了不到两倍 如果要杀伤敌军作战人员的话 用这么多炸药只能取得很小的爆炸半径 这很显然不太划算 不过呢 如果我们将十千克的炸药分成了十份一千克的装药 那么分别在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均匀引爆 那么它的杀伤范围将远远大于一次性集中引爆这十千克炸药 一千克炸药的这个什么爆炸力杀伤力 你击杀一个士兵这足够了 那这就是极数炸弹的原理 也就是一个大弹体内装有很多小弹体 也被称之为子母弹 那么在空中这个母弹打开 然后子弹体就分散 散落在地面上最后进行引爆 那极数弹药呢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安在航空炸弹上的这个弹体之内 那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极数炸弹 那极数弹药它除了杀伤人员之外 对于一些轻装甲目标 那效果也很好 你先说是坦克装甲车辆 他们这个顶部装甲是他们最薄弱的位置 如果用极数弹药大面积的这个洒波覆盖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毯式轰炸 到时候对于这些装甲集群那就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极数弹药它的制作工艺很简单 1943年布甘维尔战役打响 那美军这边是这个上级将下级发布了用极数炸弹轰炸日军的命令 但在执行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那就是前线没有极数炸弹 所以两个小兵集中胜至 他们把部队里现有的军火进行了拆卸重组 把子弹固定在炸弹上 然后炸弹爆炸的时候就相当于有这么多子弹从天而降 那也能起到这极数炸弹的效果 所以你看啊 就是既然这东西它制作简单啊 杀伤性还强 所以被发明开始就在战争中大面积使用 极数炸弹的装备历史啊 可以追溯到1939年苏文战争 在这场战争当中 这芬兰人就指责苏军飞机对他们使用了极数燃烧弹 大量杀伤芬兰平民 但是呢 苏联方面却一直对这种指责矢口否认 时任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他说我们的飞机没有向芬兰人民扔炸弹 那干嘛呢 扔面包呢 是吧 后来这个芬兰人也管那个就是苏联飞机扔的炸弹啊 叫做莫洛托夫的面包篮 就以此来嘲讽苏联人的无耻行径 那和苏联差不多同一时间使用极数炸弹的 是德国人 德军在1940年就开始研发 而且使用了叫做SD-2极数炸弹 炸弹本身呢 就是它是一个容器 然后里边可以装 一共有50公斤的紫炸弹 就紫母弹嘛 那炸弹外壳 它这个外壳部分呢 就有两个就是比较像蝴蝶的翅膀 所以它又被叫做蝴蝶炸弹 在二战期间这种蝴蝶炸弹它的产量不多 但是实际上对英国人造成的那种破坏性啊 比较小 但是它引发的恐慌却很大 特别是这个英国国内是吧 他们为此还加强了对蝴蝶炸弹的防范宣传 告诉大伙看到炸弹之后千万别碰 凡是这个发泄这种炸弹的是吧 在公园里还是在马路上发泄这种炸弹的 马上就要疏散人员 因为它的周边很可能散布着其他的这个紫炸弹 就是蝴蝶子弹是吧 那造成伤亡 那冷战时期 这两大阵营也都在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极数炸弹 像越战当中美国轰炸机实行地毯式轰炸 那他们这个炸弹也是大部分都是极数炸弹 而极数炸弹的危害呢 也是在战争后才开始显现 这些个子弹药啊 有一部分是不会爆炸的 那他们在落地之后就成了哑弹 多年之后啊 被泥土掩埋 变成了潜伏的地雷 二战结束至今 极数炸弹 就是这些没有爆炸的部分 然后后来又再次爆炸的 已经造成了上万人伤亡 其中 大概有98% 就是绝绝绝 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那为此呢 一些国家就共同签头签订了一个禁止使用极数弹药的这种武器公约 那这就是属于是这些国家自己共同的约定 如果是不签约的话 那这份条约是没有约束力的 对于那些没签约的国家来说 他没有约束力 那目前呢是有一百多个国家签署 那没签署的国家里边有中国 俄罗斯 美国 以色列 巴西 印度 这全是极数炸弹的生产大国 就是现在说准备要用他的乌克兰也没有签署 那对于现在的俄乌战场来说 极数炸弹呢 确实是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目前呢 这个乌军他炮弹杀伤力有限 难以发挥就是壮药啊 那些TNT的真正威力 那使用极数炸弹呢 就可以尽可能的多杀伤俄军人员 那给乌克兰的反攻提供更多的机会 比如说啊 美国有一种叫做CBU-105的极数炸弹 它重量半吨 能在空中释放10枚BLU-108的子弹药 那每个子弹药又有四个独立的莫敏弹 就是他们能够像导弹那样 自动探测识别车辆 识别坦克发动机 它就是散发那种热源 而且专门攻击坦克装甲车顶部薄弱的部分 那美国的武器专家就形容他说 利用这个CBU-105极数炸弹呢 只要一架B-52 它就能摧毁整个装甲师 而过去呢 可能需要几十架战斗机 投下几千枚重磅炸弹 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不过这乌克兰在使用了极数炸弹之后 那么确实会造成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 什么成为隐藏的地雷 这样的危害 天战火要是挨过极数炸弹的话 那这片土地就不安全了嘛 所以这个负面人想怎么解决 那目前无论是美方啊 还是乌方啊 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呢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 那因为乌克兰使用极数炸弹 未来很可能要有更多的乌克兰人民 死于此物 所以啊 这乌克兰政府坏透了 他们根本就没拿乌克兰的人命当回事 那美国呢 美国更是恐怖主义啊 他更是反人类组织啊 所以他 他才能提供这些东西吗 那我想问问这些人 为什么乌克兰军队会用这些东西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上有侵略者 为了赶走侵略者 他们才不得不这么做呢 记得去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用到了极数炸弹 那很多人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们对此的评价应该说是战争就该不择手段 那怎么到现在啊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啊 美国一说提供极数炸弹 乌克兰一说要用用极数炸弹 那怎么就都变成手法公民了 当新闻报道俄罗斯的侵略 违反国际法的时候 那些人又说了 说国际法不就是废纸吗 现在呢 又说美国提供极数炸弹 乌克兰使用极数炸弹 这违反了武器禁令 你说他们不人道 是因为美国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士兵不人道 你们的内心深处早就有了自己判断的标准答案 所以我奉劝那些个站在道德高地上 指责美国指责乌克兰的人 你们呢 想支持俄罗斯就直接说 用不着站在一个看似中立的立场上 因为谁都知道 你这张中立的面具之下 隐藏的是怎样的一副嘴脸 好了 那关于极数炸弹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挺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